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ix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一 我是Jacky 那么上周四和周五两天时间呢 美国资本市场股票大跌 美债收益率大涨 快速上涨超过1.6%收益率 那么造成市场资金紧张 流动性情绪恐慌 所以说澳洲股市呢也是快速下跌 但是呢在今天早上开盘之后呢 发现美股 Kill空高开高走 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大师一惊 没有在想象中的继续创出短期的新低 在上周呢我们也强调了 在周一周二周三的时间 我们分别给出了股市 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调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周二 在中国科技股和香港恒生科技指数 快速下跌超过5%的跌幅之后呢 我们快速的做出了推荐啊 就是要hatch 对抽目前大家手里 有的科技类的股票的股票 投资标的 那么包括我们在养老金中 大家要适当的做好保护啊 包括可以做空澳元对日元 做空澳元对美元 做空澳元对新兰纽币 因为澳元货币呢 是在风险情绪来临的时候呢 下跌速度会比较快 再加上澳联储目前 一直是公布啊 像上周五开始购买国债啊 购买30亿国债 那么在本周一呢 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加购40亿国债 是之前规模的两倍 因此呢 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是澳联储 比较明确的事情 因此呢 对于资本市场流动性短缺的情况 目前得到了基本的环节 由央行互盘兜底 我们作为散户投资者 就不必恐慌和担忧了 所以说呢 在上周我们紧急的 再让大家做出调整之后呢 股票下跌20%左右的幅度 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 基本上已经是 化亏损为利润 并且能够把握住 这一次的短线机会 那么我们也多次强调 在近期呢 我们不需要担心股票市场 发生崩盘的现象 因为相比去年三月份呢 在目前我们看到的疫情也好 国家政府 包括央行对经济危机 潜在发生可能性的 理性对抗中 已经能够有前瞻性的指引 并且呢 非常科学的去利用货币和财政工具 并且呢 一向以失业率降低为首要级任 对未来来讲 通胀发生概率呢 依旧是比较低 这个事情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啊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商品购买力 和购买行为呢 比以前要活跃的多 第二呢 是大家储蓄增加的比例比较多 所以对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来讲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利好的事情 因此呢 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科技股票 像Zip Afterpay 依旧呢 是领涨的状态 涨幅超过了3% 4% 而澳元等非美货币呢 也开始了新的一轮反弹 所以呢 在上周呢 我们推荐大家 开始防守之后呢 在本周呢 我们认为短期 市场恐慌情绪 基本上已经得到了快速的释放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到两星期之时间 来关注此前一到两个星期之内 被错杀的一些高估值的科技类股票 如果是资金依旧在资本市场上比较充裕的话 那么这些股票呢 后市的振幅也会比较大 那么振幅大的话 对我们投资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第一买高卖 做一些波段 那么波段呢 就比较适合大家在资本市场 像Safety的合约上来做 我们甚至可以做空 来保护我们的头寸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视频下方的小助手微信 和我们的联系电话 再次感谢大家